在鬼吹灯的龙领迷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就连凶狠无比的人面响也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就在刚才大金亚被人面响的蛛丝粘住 眼看就又被拖走 虎白衣本想着拿公民蝉铲断蛛丝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 说实话认识大金亚这么多年 虎白衣跟胖子愣是没发现这货竟戴着假发 在一处岔路口 他们再次遇见了马大大的人 这时候的胖子发现他们转来转去竟都在原地打转 虎白衣在墙上发现了标记 顺着这个记号他们找到了一个出口 可这里面全都是人面响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出去 为了不惊动这些蜘蛛 虎白衣独自来到了出口处 发现右双方有一个木刀门 看一样的应该就是西周木的入口 可木刀门与地面有一定的距离 而周围又全是人面响 为了给大家争取时间爬上去 虎白衣跟老三借了孔炸药 独自一个人去引开人面响 虎白衣在用手电吸引了人面响的注意后 转头就跑进了洞穴中 成功地引走了木刀门周围的所有蜘蛛 而其他人则趁着这个机会进入了木刀门 从而逃离了这里 可这个时候的虎白衣 真带着人面响转圈圈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他再次地跑回着出口 并用炸药炸他的东口 在雪莉洋两人焦急地等待下 虎白衣终于逃了回来 可就在他要进入木刀门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人面响的嘶吼声 只见一只足有五层楼高的人面响 映入了他的眼帘 还不等虎白衣有所反应 人面响王朝着他一吞就扎了过来 为了躲避 虎白衣只有先跳了下来 雪莉洋抛出了飞虎抓 在缠住虎白衣后 狠狠地往后一拽 虎白衣顺着这股劲儿 显直又小地进入到了木刀门 在虎白衣进去后 这只人面响王并没有追击 而是绕着石壁不停地游走 最后竟信心地离去 虎白衣三人在进来后 也很是纳闷 按照人面响的性格 肯定会追来 但现在却没有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木刀门里 有连人面响王都忌惮的东西 也许他就在这无边的黑暗中 而就在这时候 三人听到了一声惨叫声 急忙地往前寻找 终于在一处岔道口 找到了惊恐万分的大金牙 以及马大胆的人 在虎白衣的询问下 这才知道 李春莱在进来后 就诡异地消失了 而刚才发出惨叫声的 应该就是李春莱 也是在这时候 李春莱的惨叫声再次传来 众人寻着声音往前寻找 可还没走到一半 骤然突变 在李春莱的诉说下 他们这才知道 刚刚进来的那扇木刀门 竟消失不见了 马大胆觉得李春莱 说瞎话 应该是看错了 可就在他们来到 刚才进来的地方时 这才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木刀门竟真的 凭空消失了 不怪一看着 眼前消失的门 突然想起了 上次跟胖子进来的时候 也遇见了类似的事情 根据他的猜测 这应该是某种机关 我觉得这个西周墓 就跟西沙海底墓一样 整个墓穴都在 按照一定的规律 跟时间运转 出口只是暂时的消失了 等过一段时间 就会再次的出现 既然这里走不通 胡白依就打算继续往前走 看能不能找到出去的路 可走着走着 雪立扬却发现了不对劲 刚才明明是笔直的一条路 现在却出现了一条岔口 而在木刀的两边 还雕刻着很多人面像 雪立扬根据雕像 耳朵上的云雷文判定 这应该是一座西周墓 跟李承锋应该没什么关系 所谓的明电就是 墓主安放光果的地方 也就是林木的核心地段 可当中人来到明电中时 眼前的一幕顿时 让所有人都傻了眼 在明电的正中央 放的竟不是光果 而是一台混天仪 胡白依没有大力马达道 因为这时候的他也有点猛 木道是西周时期的 可牧师从哄天仪上来看 竟然是唐代的 可马达道却不管这些 一个劲地追问胡白依 棺材在哪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 宝贝都是放在棺材里的 胡白依告诉马达道 在牧师的周围有很多石门 而他要找的棺材 应该就在其中的一扇门里 随力洋对这里也有疑惑 周围的壁画明显的是唐代的 可刚才木道里的人面像 却是西周时期的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纠占雀巢 也是在这时候 胖子神秘兮兮的 要带两人去看个好东西 可谁知雪莉洋一眼就认出 老者手上捧着的 竟是龙骨天书 但却是一个雕刻病 他们跟着马达道来到了壁画前 可还没等胡白依仔细看 大金鸭就认出这哪里是什么鬼画符 明明是可以预测未来的推背骨 而且还是李重锋原版的 听大金鸭这么一说 胡白依顿时断定 这儿就是李重锋的墓葬 别说我没听不错 但是我没听不错 请不要看